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雄 俄乌战争第527天 乌克兰继续袭击俄军各个目标,甚至是俄罗斯本土 乌克兰强调尽管盟友表明不希望提供的武器袭击俄罗斯本土 但乌克兰自己研发的武器不受此限制 乌克兰已经研发航程1000公里的无人机 诱饵炸弹,甚至改进型第三代无人艇 改进的S-200导弹都开始慢慢的射向俄本土 8月4日,俄罗斯港口城市新罗西斯克的南澳泽列耶夫卡海滩发生爆炸 俄军防空武器击落无人机的同时 两架乌军无人艇出现在了海上 新罗西斯克是俄罗斯在黑海的主要港口和海军基地 距离克制海峡和克里米亚大桥直线约100公里 尽管俄军击毁了这些无人艇 但下一次呢 要知道8月1日8月2日 乌克兰在黑海两次用无人机袭击和黑海舰队的船只 这已经表明太多了 如果乌克兰的目标是离开船只而不是港口 那么意味着乌克兰准备封锁俄罗斯的贸易和供应线 乌军正在不断地扩大其行动范围 越来越多的影响俄罗斯伴随着乌军无人机不断地袭击俄本土 甚至预告8月24日袭击莫斯科等14个城市 俄罗斯正面临更大的困难 俄边境的几个州建立国土防卫旅 自己保护自己 俄本土城市 临海城市还要面临乌克兰不断地袭击 俄罗斯不得不打一场保卫自己的战斗 是不是感觉有点滑稽 7月17日克里米亚大桥被袭击之后一切都变了 俄罗斯保卫战已经开始 来看看战场最新消息 乌军继续向梅里托布尔和别尔江斯克前线推进 同时巩固阵地 用反炮火摧毁了俄军火炮和装备 乌克兰地面部队司令亚历山大西日斯基上将表示 俄军试图在莱曼和扣布扬斯克发动进攻 削弱乌军的进攻能力 但被击退了 俄军本想唯卫救赵 但扣布扬斯克所谓的十万俄军很难打出有力的进攻 反而频频被击退 毫无进展 也让人对俄军进攻能力和后勤补给出现疑虑 俄军已经陷入全面防守 丧失战场的主动权 难以发起任何有效进攻 乌克兰第十军团预备队以及大量坦克和装甲车 出现在了扎布扬斯克地区的罗伯泰尼地区 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组建九个进攻旅中的三个出现在了扎布扬斯克地区 其中一个旅在梅里托布尔方向深入俄军防线 约650米前进1.5公里 并巩固阵地 巴默特地区俄军集中兵力 对巴默特以南的铁路发动反击 特别是在克里西夫卡以西的安德里夫卡和库尔杜乌姆卡高地上发生战斗 乌军控制制高点不断的炮击 俄军未能夺回失去的阵地 反击被击退了 乌军占领库尔九米夫卡北部的一个重要据点 即将从这里进入市区 乌军占据安德里夫卡不断地攻击俄军战壕和炮兵排地炮阵地 也准备从这里进入市区 巴默特有俄军难以失去的东西 面子和荣誉 唯一拿了出手的战绩被逐渐夺回 将使俄军难以接受 不断调动更多增援前往巴默特 可这正是乌军想要的 不断用急速弹药炮击 挨个阵地碾压 俄军正快速在这里损失有声力量和炮火装备 杂布罗瑞地区左侧卡缅斯克方向 乌军继续向瓦西里夫卡 卢霍夫推进 中部奥里西夫地区 乌军向罗伯泰尼和沃伯韦之间推进 而且从沃伯韦绕过去 向新波克罗夫卡推进 大诺沃西尔地区 俄军在直升机和炮火支援下 沿着T0518高斯公路向斯塔罗曼尔斯克和乌罗扎因反攻 结果被击退了 乌军摧毁21门俄军火炮和部分装甲车 俄军大炮又被乌军反炮兵摧毁 克里米纳第七 俄军进攻早已暂停 甚至还被乌军反攻 克里米纳系列布良斯克林业地区 乌军俘虏了十名缺少弹药和补给的俄军士兵 看看这装备和乌军对比之下 就知道差在哪里了 阿弗迪布卡第七 乌军已经将俄军击 并向前推进 顾布扬斯克、莱曼和斯瓦托前线 俄军毫无进展 维魏旧赵已经失败 赫尔松地区乌军更多部队渡河正准备发动进攻 在战场上虽然乌军进展缓慢 但还是在前进 俄军依靠战壕、地雷封锁乌军前进 俄军的炮火已经远远落后于乌军 看不到任何亮点 来看看过去一天 乌军打击俄军炮火装备后勤的部分视频 乌军第38海军陆战旅使用的热视夜视武器 攻击乌罗扎因的俄军视频 乌军第37旅使用罗马尼亚122毫米 APR40多管火箭炮打击俄军阵地 阿弗迪布卡东南沃达内 乌军使用极数弹药打击俄军步兵 乌军使用极数弹药轰炸沃罗热德俄军阵地 俄军束手无策 俄军在找扎波罗热的9K37布克防空系统被乌军击中 直接变阳化了 乌军影子空中侦察部队摧毁俄军另一门第30榴荡炮 乌军第80空中突击旅在巴赫木特摧毁俄军布克防空系统 乌军第92旅摧毁俄军数件装备 其中包括两辆坦克在扎波罗热方向 乌军继续摧毁俄军装备 俄军一架2A36火炮被摧毁了 俄军损失的火炮数量惊人 在阿弗迪布卡 乌军第110旅摧毁俄军一门82毫米的排挤炮 郑重目标 过去一天 乌军在整个战线寻找最佳位置 完成战线拓展压制建立桥头堡等 还大量的摧毁俄军后勤补给 弹药库和有生力量 这种摧毁俄军火炮后勤弹药库的打法 已经严重影响俄军的战斗力 莫斯科地区一个制造电池的工厂仓库发生爆炸 据悉该仓库是制造无人机电池的地方 别尔江斯克西北部伊林俄军弹药库遭击 马里乌波尔以西的普里莫尔斯克发生巨大的爆炸 8月4日凌晨 克里米亚费奥多西亚市遭到了乌军袭击 俄军防空系统被迫启动 费奥多西亚的一个油库遭到乌军13架无人机袭击 该油库距离前线250公里 俄国防部宣布击落13架无人机 但油库还是发生了爆炸 现在看来没有乌韩无人机到不了的地方 还有一个很大的事件是瓦格纳试图挑衅波兰 立陶宛等北约成员国 可能带来逆反应 8月3日 罗马尼亚媒体道称 俄罗斯袭击乌克兰伊兹梅尔式的无人机 进入了罗马尼亚领空 罗马尼亚国防部否认 称尚未发现俄军无人机的任何碎片 过去一年多 北约成员国实际上被三件事情困扰 一个是导弹落在波兰 造成两名平民死亡 北约称是乌克兰S300防空系统的导弹 但仍有人认为是俄军导弹 第二件事情是白俄罗斯直升机 越境波兰三公里 如今波兰加派的部队和攻击直升机在边境 宣布只要发现越境立即开火 第三件事情就是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港口 进入罗马尼亚这三起事件可以认为是偶发事件 但加上最近瓦格纳前往苏瓦乌基峡谷 距离波兰和立陶宛都很近 已经引发两国警惕 波兰和立陶宛已经联合加强边境的防卫 也许这正是瓦格纳和俄罗斯希望看到的 牵制北约的力量 瓦格纳会达成牵制的目的 但波兰、立陶宛和其他欧洲国家 会加速援助乌克兰更多武器装备 简单说要是乌克兰败了 那波兰和立陶宛就要直接晋身下场 两者相比取其轻 直接援助乌克兰更划算 俄罗斯不断挑衅北约、波兰、波罗的海国家 看起来很爽 可能会让乌克兰获得更快的武装 得不偿失 俄罗斯现在面临的问题 是前线弹药已经难以维系 后勤补给受到困扰 8月4日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 约翰·科比表示 俄罗斯正试图从朝鲜购买武器 俄罗斯从伊朗、朝鲜购买炮弹 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在俄乌战场上 乌军反炮火大量的摧毁俄军弹药控 火炮 已经让俄军吃到了苦头了 没有火炮、没有炮弹 俄军已经丧失潜力 俄罗斯到处求购弹药 也凸显困境 而美国、欧洲 都在增加乌克兰的炮弹数量 还有300万门急速弹药 乌克兰也在自行生产弹药 俄乌的火炮对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可比补充说 美国将继续努力阻止俄罗斯在第三国 购买针对乌克兰的武器的任何企图 土耳其也向乌克兰交付了DPCM急速弹药 为乌克兰提供弹药的国家越来越多 关注最近的俄乌装备损失就可以发现 俄军被摧毁大量的火炮 多管火箭炮 反炮兵雷达 在远程火力打击方面 俄军已经捉襟见肘 更大的问题是 俄军缺少后备力量和火炮弹药 后勤补给遭到严重打击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斯 直接表明美国还没有提供陆军战术导弹 所以德国也先不提供 很显然 美国和北约在控制提供武器的节奏 控制战争的进程 俄罗斯现在还没败 不是俄罗斯厉害 是欧美在利用乌克兰给俄罗斯放血 乌克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西方是否会提供源源不断的武器 以便乌克兰武装部队能够推进 直到俄罗斯难以维系战争 现在俄乌的天平已经倾斜 这场反攻是一场机动战 不是消耗战 俄罗斯正在陷入西方的圈套 紫林斯基办公室证实 有关乌克兰安全保障的谈判 已经开始与美国进行 8月3日 美德威西夫称 自2023年初以来 俄国防部已招募超过23.1万名合同兵 算上去年9月动员的30万人 去年12月征召的12万多人 还有不少供应兵 私人军事团体 加上原先的俄军 在俄乌战场上 俄军投入百万兵力 一点都不夸张 可实际战果呢 俄乌战争进行到现在 慢慢的打成了俄罗斯保卫战 不得不说啊 俄罗斯高估了自己的实力 低估了乌克兰反抗的意志 8月3日 美国国务卿在布林肯 联合国粮食安全会议期间表态 安理会成员应该对莫斯科说够了 俄乌议题的峰会即将在沙特举行 30多个国家都将参加 唯独没有俄罗斯 俄乌战争的走向很清晰 很多事情正在起着微妙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旨承格 区颗 牙 拉